Barnet设定 第一个我们的运作模式 那我们看一下 上文目前画面是说第一个是说看要不要启动 那第二个运作模式 那我们的运作模式分监听 跟串接管理 那监听的意思就是 我们只做记录的动作 并没有做主导 那如果是串接管理的话 我们这一边 有显示说去搭配条例使用 那我这边可以去选择说 你过滤的风包数量是多少 那我们这边 可以从Label1到Label5 这边可以选从100个风包到1600个 这样做 或是选全部 这样的设定 那我们的运作模式的话 串接管理才会有做一个 阻挡的动作 那阻挡的动作会在下一个阶段这里 帮那个过滤设定做讲解 顺便